大家好,我是Stan 因为今天隔壁家装修的声音实在太大 所以就在车里拍摄了 请大家多多见谅 Super Junior 额尿确诊了 根据所属公司表示 额尿在1月20号用快筛进行了检测 测出阳性结果后马上进行了PCR检测 确认确诊了新冠肺炎 而额尿在去年12月就已经接种了第三剂疫苗 目前只有轻微的症状 而预定的行程已经都取消了 而因为额尿在17号有参加Rennyman的拍摄 所以包括雨节草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 也都接受了检查 额尿早日康复 虽然打了第三剂却还感染 但是为了不得重症还是需要打吧 希望人家面的其他成员们也没事 SM大楼倒塌前兆 昨天多数SM娱乐的工作人员在论坛爆料了 SM新入住的办公大楼Akurosol Prest 出现了很多倒塌前兆 像是一整天发生震动 地板出现异常突出 屋顶漏水等等 其他SM支援们也留言 今天太摇晃真的担心了一整天 明天可以去上班吗 平常也会感受到一点震动 但是今天是历代集 周围职员们也被吓到了 我今天感受到了三次 所以明天想要请假 太可怕了 然后也有在同一层办公楼工作的 其他公司职员们留言 惊艳了同样的事情 对此大楼关系人表示 经过内部调查 并没有查到所谓的倒塌前兆 虽然有发现细微的震动 但是与安全无关 而当天出动的119消防当局也表示 确认了防载中心的地震感应器 但是并没有发现到震动 不过因为也有人向韩国国祖交通部报案 因此国祖交通部今天也表示 会派检察员前去确认有没有安全问题 好担心我在爱豆跟工作的其他职员们 怎么办呢 不应该让职员们在家工作好好检查吗 太可怕了 希望能赶紧处理一下 入住的所有公司职员们都能没事 希望国土安全部能彻底的检查一下 从基亚中国活动 今天根据韩国一家媒体独家报道 在韩国引起假货争议的网红从基亚 目前在YouTube删掉了使用假货的影片 但是上传的中国B站 Free从基亚的影片中 并没有删掉使用假货的影片 媒体表示 虽然公司声明没有收到海外任何投资 但是从基亚也在B站上传了很多 没有在YouTube上传的针对中国人的影片 这证明了是在准备进军中国 曾经说目标是做自己品牌的从基亚 真正的隐藏目标是什么 进军中国是没关系 但是为什么要用假货来 另外有个中国频道 说自己在使用什么什么中国产品 真的是感觉很假 中国的假货影片没有删的话 烦心也是假的吧 今天根据绿损肯儿童基金会表示 Kaseben队长JB为了弱势家庭的孩子们 捐款了5000万韩币 据了解JB从2018年开始就有持续的捐款到绿色儿童基金会 去年12月也为了弱势家庭捐款了1亿韩币 持续捐款太帅了 哇JB原来捐款这么多 前几天好像也看到报道了 长得潇洒做的事情也潇洒 前几天Kaseben成员PenPen 在回归采访的时候说过 成员们正在准备完全体专机 所以我们好好期待吧 交往11年的长寿情侣 谢谢 你在看什么 YouKids 谁出演了 夏年有美容院 我也来看看 超好笑 你换了头像 都已经一个礼拜了 拍得不错 是你拍的 哦 是吗 啊 现在感觉有点节酒了 昨天喝酒了 嗯 跟谁 跟明气儿 怎么都不说一声就去喝酒 我没说吗 下次不要这样了 对不起 我们今天已经是11周年了 什么东西 今天是我们交往11周年 时间好快 就是嘛 所以你今天才打扮成这样 我等一下要见明记 等一下要走 但是是11周年呢 那见明记之前 我们做点什么吧 做什么好呢 我们去年10周年做了什么 不知道 做什么了呢 我们去南苗酒吃意大利面了吧 不是 前一天我帮你喝太多了 所以我们没能见面 对对 要看电影吗 听说蜘蛛侠上映了 我已经看了 跟谁看的 上周跟俗金看的 嗯 我也想看呢 还不错 我们再点一碗饭分着吃吧 不用 吃我的 吃得这么脏 吃得也太脏了吧 今天怎么吃得这么少 不知道 现在肚子有点疼 刚才不是拉屎了 今天是17号 应该是快来月经了 来月经还要有一个礼拜吧 不知道可能会早一点吧 没关系 等一下来的话 去买个卫生棉就好 我包包里可能会有 有两个 我们没事做的话 就去开房间休息吧 嗯嗯 去你家附近巧克力旅馆吧 啊 那里头发太多了 那要去宫廷旅馆吗 那里没有Netflix 啊 对 再怎么样也是个纪念日 要不去饭店吧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优惠圈 有 我马上预约 嗯 预约吧 我来买饭 都吃完了 嗯 走吧 今天我们要接吻吗 不知道 看情况再说 好的 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 再见 拜拜 拜拜